中華職棒三十三年 於四月二號 在中西棒球場舉辦開幕戰 由去年的總冠軍中信兄弟 迎戰來訪的統一7-11師 擔任地主隊的黃山軍 也為星球技做足了準備 心情 隱藏性 但是還是有點 就是要開始了 就是開始的感覺 最近自己感覺是比較滿好的 然後熱身賽的時候 就把純訓練的 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因為球技要開始 就是平常心不用想太多 那就一步一步的來 當然是非常開心 對啊 就是 球技賽又要再次開始了 就是又是一年的長跑 就是新的一個賽季 新的一個年度 那一切歸零 就是準備好 再從零到一百二十 甚至到季後賽 還有機會達到的冠軍賽這樣子 就是一路跑到底 當然最首要的就是 就是先把自己的基地打好嘛 那再來就是賽季間 他這過程中的一些不一定的狀況 那臨場的應變 那就是準備好自己的心態 來面對接下來的每一場賽事這樣子 進來那麼久一段時間了 大概五年 今年算第五年嘛 那我也是第一次 也是第一年 就是春訓結束後被大家開機名單 那我覺得自己還是拿出平常心吧 就是也不會說去很亢奮啊 就像之前這樣 跟剛上一軍很亢奮這樣 那我覺得 畢竟在春訓有 就很好的能力表現 就是表現在球場上 然後我覺得教練團給我一個很大的肯定 我就覺得 再開機名單那 就好好的把握 每一場每一場好好的把握 那教練吩咐我們的工作任務 就是 好好的把它完成 然後盡全力的在球場上發揮這樣 當然很期待啊 就是當然天氣 我們沒辦法決定嘛 可是還是一樣保持備戰的心態 不管外面的天氣狀況怎麼樣 那我覺得身為選手啦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保持備戰的心態 畢竟開幕戰 然後也是來了很多球迷跟觀眾 那我覺得 假如開打就一樣 大家奮力 然後拿下這一場這樣 可是開幕戰當天天宮不作美 雖然比賽在西雨中開打 但只進行到了二局下半 則因為雨勢過大 行程保留比賽 不過中信兄弟的球員們 在新球季也會朝著自己的目標 繼續前進 那當然目標 這一天想要繼續 緊手套 最加持人 那還有 希望自己的打擊可以比起你更好 目標一定是有啦 對啊 但是我就放在自己的心裡 自己去默默的去把它完成 對啊 就是盡力在場上表現而已啦 對啊 目標我覺得還是一樣保持我 從剛進來那個理念 不管怎麼樣 教練給我的任務我把它完成 盡力的在球場上發揮 然後不管是牛棚的工作 還是上場的危機 我覺得就是 好好地把教練的任務完成 張腳 我也不要說拿什麼王什麼王 因為我也覺得 小黑還在我前面 即使下著滂頭大雨 開幕戰當天 依然有超過萬名的球迷 到現場為球員應援 而洪生君也有話要對不離不棄 支持他們的球迷朋友們說 新的一年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也謝謝你們到場 為我們加油 謝謝 新的一年開始了 那我們回歸到原點 去年的是已經在去年結束 那我們要在今年重新開始 繼續努力 為我們今年度能夠在最後 再拿下一次屬於我們的榮耀 那希望球迷朋友們繼續支持 在場上努力奮鬥的我們 有你們我們會更努力 有你們我們會努力到最後 一起去奪下這個最後的榮耀